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判断说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N1取得N1的数值 再来取得N2的数值 那N1N2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加才需要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乘 所以乘的话呢 就是一个N1一个N2 所以两个相除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公式实际上呢 你们到时候呢 在考场的时候不用死气 也就是说到时候呢 这边就是N1 这边就是N2的 那N1N2 那分别用select case的方式 那如果是加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 以select推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就比较清楚 你在考场的时候就有参考 那就end select就完成这个部分了 那再来的话如果说 判断说它是不是整除 像刚刚那个N1是8 N2是18 所以就等于0 那刚刚好answer就等于1了嘛 那不整除的话 你就直接呢 把N1N2这个地方 先求一个余数 等于R 然后呢再把N2的部分呢 给J 就是给前面的部分 因为它一般会不整除 大部分都是后面的数字比较大 比较大 那Do why not R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让它 全部 就是就整除 那整除的方式就是 我们直接把J J就是 比如说假设有24好了 24这个数字 给K 再来把R的部分 余数的部分呢 再给J 然后让它再Mod一次 那Mod一次你会发现呢 变成说N2的数值 就等于是K 把它移到前面 就两个有点N1跟N2颠倒过来 变成说大的Mod小的 这样子 然后求到一个余数 然后最后一直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会算出 最后它们之间的 那个最大的公因数 就可以约分的部分 那就把J的部分 它的这个公因数呢 就把它除以N1 跟除以N2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约分之后的结果了 约分之后的结果 那就会有个Answer 那也把它秀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比较会有 其实这一题最难的 应该是在 应该是这个部分吧 L是这里的 那这里当然 其实只有几行 我是觉得你就多练习几次 大概就可以把它 把它记下来啦 这个地方就是 记得就是说呢 要求R等于0就对了 那这边有几个变数 分别R J 然后呢 再一个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求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求完结果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底下这地方 就是要去做那个 加入RAW的部分 因为呢 我们刚刚在界面上面 只有 这个地方 预设只有一个空白的RAW 就是空白列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必须要让它再增加其他的列 那增加列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用AD的方式 就是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就是点 点RAWs 然后呢 AD 然后呢 刮虎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加上 这地方 RAWs AD 那这边的话呢 就 AD 然后刮虎 刮虎之后的话呢 AS INTGE是1 因为我们要加入的是 一列 那AD 1 接下来的话呢 ITEM 那所谓ITEM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加入的 加入到哪一个 因为一列之后的话 有5栏嘛 那5栏就会5个储存格 那分别要放在哪一个储存格里面呢 那预设值是0 0 因为I现在是0嘛 一进来第一次是0 那0的话 也就是放在 第一个RAW RAWs 就是第一列的话呢 其实是0开始 那这边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0 这边也是0 0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地方是蓝 第几蓝 第几列 有没有 所以这个应该第一次是0 后面也是0 有没有 也就是坐标 就是0 0 刚好就是在第一个格子里面 第二个格子里面的话呢 就是放这个资料 我们刚刚 这也就是我们要秀出来的结果 就是 B要 什么呢 除以A嘛 所以第一格要放 B 除以A 第一格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不用使气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 其实看 B除以A 看这里就知道了 第一格就看这个就好 B除以A 第二格就是 运算 第三格就是放那个叫做 这个应该是 Y除以X 然后再来最后Answer 这样子 有没有 Y除以X 然后最后是Answer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很多 最好是不要使气 就是记得是在考题里面的什么地方 可以找到答案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会有个题本 会有个题本 那最后的话呢 设定一下高度 当然这一行如果没有设定也没关系啦 因为最后再来手动调整一下 Heis 就是说它的高度 到时候可以 就是 再去手动调整 那这边的话呢 那最后这几行 其实调整表格 我们最后 这个地方也先把它mark起来了 如果说需要调整 再来调整 那这个me也可以 也可以不用调整 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loop 记得 这个地方还再加 加上一个I 等于I加 因为它度 不会像Fornet 一样 它会自己累加 你自己要给它一个 变数 让它可以再加 然后这个地方再loop loop之后 最后呢 跑完之后 记得把这个档案close掉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好了 有没有 这样就秀出来了 那你会想说 那高度那些要不要设定的 其实哦 如果不准确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怎么样呢 记得这个 自己再把它怎么样呢 停止之后 然后比如说 刚刚的高度不太够 对不对 没关系 调过来 调下去一点点 再怎么样呢 调下去一点点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 开始征错 那征错之后的话呢 秀出来 差不多了 但是这边好像过来一点 再把它移过去 这个叫 涂法链钢的 那这样就可以扫掉 写很多行的程式码了 那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置中 有没有 那置中 当然你可以写在程式里面 当然你另外一种方式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找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有个对齐方式 有没有 那其实你就把对齐方式 把它修改一下 那对齐方式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对齐方式 刚刚那个部分就是从这边来找 第一个 这个有没有 Colents这个地方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它制中 刚刚这个资料没有制中 它预设是靠左 所以我今天要如果把它制中的话呢 第一个 就是选择这边有个集合 集合的地方点一下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找到这边有个叫做 Default的这个 这个 这个Style的部分 就是说呢 我们点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叫做 制中的 找到配置这地方 有个叫做 制中的选项 然后呢 它预设是什么呢 Not Set 就是没有设定 就是用靠左 预设就靠左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叫做 Middle Center 就是把它制中的意思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个部分就是蓝 每一蓝就会制中 可是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制中了 可是你会发现 它只有这一蓝制中 你要把所有的通通制中的话呢 你就是必须 要针对每一个 比如这地方的话呢 这边不是好几个 那它好像没有办法全部选 变成说你要必须怎么样呢 必须要一个一个去更改 它的Type 更正一下 应该是 D4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再把它Middle Set Middle Center 按确定 那变成说你这边要设定几次呢 设定四次才可以 当然你写程式 你可以用那个回圈的方式 就是自己再把它做设定 可是这样会少很多行 总比你记程式来了 那可是再来执行看看 应该四个都有了 就会自中了 四个都自中 可是再来还有一个地方 这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 上面的栏位的标题 有没有 那怎么办 栏位标题其实不在这个地方 它在 Heads 这边有没有 在这里 比较不一样 在这里 Colent的 这个Header D4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那以事量把它点下去 它就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一个对齐方式 在这里 按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要两个地方 一个是底下的蓝 一个是蓝的标题 设定之后的话 就可以自中了 那我们把它执行看看 就秀出来 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